郑州大学生自发集体夜骑共享单车去开封登上热搜 为啥会火 其实就俩字 羡慕 因为中年人活得太身不由己了 没时间也没能力做一件别人眼中不着调 但自己又特别想做的事情 羡慕大学生能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羡慕他们还能年少轻狂的挥霍青春 你说大学生们骑车去开封是为了省钱吗 那肯定不是 现在共享单车价格可不便宜 从郑州去开封 坐汽车要便宜的多 那学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只是为了增加体验感 只是为了满足一种作为大学生特殊的情怀 其实这本来就应该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 只是可惜 仔细想一想 在模具里长大的大学生们 又有多久没有大规模自发的做一件事情了 我印象中上一次还是99年 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那时候有过一次 从那之后大概再也没有了 6000多年轻人自发夜期开封 放到历史长河中 背不住未来能成为登上历史课本的大事件 指望学生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没想到这些孩子们自发居然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挺出乎意料的 因为这样大规模的骑行必然会带来一些交通阻塞之类的隐患 在这个人人被各种电子设备包围的没有隐私的时代 能最终得以成功 我觉得就很出乎意料 20多年前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2002年的时候 我上高二的时候 暑假和同学组织一起骑车去开封 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 结果被老师家长和学校阻拦 从一开始几十人报名 到最后只剩十几人 而真正到最后出发的时候 就剩下我们三个 后来我们三个也成为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开大道 还要从政变路走 当时的政变路很窄很破 也没路灯 路上很黑 当时觉得很害怕 现在回想起来很美好 只是可惜年龄大了 现在只能偶尔看看当年的录像 偷偷的独自感慨一下 却再也不敢有类似的冲动 网上有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00后很厉害 一会儿整顿职场 一会儿整顿歌坛 最后要整顿一切 其实你整顿个屁啊 谁的青春不轻狂 直到当了爹和娘 这不也都是当年我们玩剩下的吗 过不了几年 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妥协 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什么叫做生活所迫了 不过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样子 人不轻狂往少年 人永远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这话很深奥 就是说拥有青春的人 是不知道青春是什么感受的 等他们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是中年人了 羡慕也没用 都散了吧 该搬砖搬砖 该打螺丝打螺丝 该加班加班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吧 先聊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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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